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难得有观众愿意推荐这一只这一只好久之前就想做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刚好有观众想看我就买一只来做了 那多美啊 因为之前有微信有不少人就是说有说过就问我要不要买这一只 然后呢 我还有一只没有买因为没有人想看我就我就懒得做了 这样子太贵的我也懒得做因为那个视频流量真的太低了 做国产比的话流量最也有一定的保证 但是其他太贵了 基本上连那个流量三位速度不到 那个太可悲了 听得就看着我虽然说我本身频道流量不是在钢笔上面了 好那先不讲那么多 赶紧回去说这个包装包装来讲 哎个人挺喜欢的 非常现代 然后颜色一能而异对吧 那他米是吧 应该这么多吧 然后呢 再下来就是想看的可以暂停自己看一下 这样子整个包装 然后 the fly of他1919是吧 希望真的是 嗯 比较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意外的 是一开始拿到这个盒平常都很轻嘛 他的就很有点重 然后或是你能马上一拿 感觉到就这个重量不一样 好 那这一只比我也没拆过 那现在跟你们一起来拆一下 好一拆 哎呦是这样子一个盒 呃我平常装那个墨栏的也是这个盒 但是嗯他这个加了一个标啊 现在的那个包装什么的都 有时候都能看出就是说都是同一个东西 然后就能看出那个品牌 哪些他自己能做哪些他不能做 那包装来讲相当的优秀了 就是如果这个这个呃没有多余的包装对吧 也没有什么说明书 那其实这个盒子 不要给我这样子一个 我也我也能接受就是越简单越好 不太想太复杂 用关键字这只东西 我更愿意说厂商把成本花在这个上面上面啊 我不是在包装 虽然说现在包装很重要对吧 呃但是对 然后再下来这一支笔 第一个感觉相当的不错 挺惊讶性价比也挺高的 因为 因为买比价格 说实话我通常买都是可能做的 我现在做的这支笔 然后我一个月之前已经买的这样子一支笔 然后现在才有时间做 有点像那个白金的是不是叫六花的那个限量版 那个感觉 这个笔的话上面摸起来 它是真有一格一格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多少面了 那给你们欣赏一下 这支笔相当不错 然后笔夹的话基本上就是跟万宝龙那个笔夹了 就是 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精细度啊 那当然不应该拿这个价格来对比了 这个有点过分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尺寸 现在尺寸的话基本上跟146这个是没什么差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支无印的 呃透明的感觉 然后上面的抛光你们都可以 呃等会慢慢给你对比一下 尺寸大概这样子 你们可以慢慢自己看 那比万宝龙稍微拍呃出息一样 但是视觉感觉因为短一点 那看起来也比较胖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再下来了 那我们还是学回来换帮我这支 我们先一个个对比吧 那 呃 首先这个塑料感觉除了 因为我透明的这种印象中 百里金的透明其实我没有买过没有录过说 我不我就不知道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个塑料感其实呃最透的 我印象中应该是三文堂的那个 他的火塞笔 那他的火塞笔你一拿上手说你会感觉他的透明特别的通透 那暂时来讲没有看过有哪一支笔能跟他这个品牌能比的 另外再下来了上面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工艺的问题那这个可以理解 另外这个他里面的加的这个金那相当少那比起那个血热的1911就是他的鱼雷的那个顶我觉得会好一点那他这个也掩盖的相当不错这样子 那像台湾的有一支什么云木还是什么的就是磨砂面的也是透明的 那他那个头那处理的就会更好一点了 好像叫云弯吧 好像是呃 靠背吧 好吧 对对云弯 那但品牌叫什么我就忘记了 然后对再下来我们先对比一下这个笔甲那那跟万宝先对比一下那精致度肯定是没办法比了 那我们可以比一下他的光泽度以及他的那个那首先他这个压上去 你看就是跟血热的那个笔甲问题一样就是往下就是那个字你看他就是有一个曲线这样子就每个字有个曲线叫往里凹 你看万宝龙这个他就是很精致的就是说直就是直他没有很多的那个圆角 但是摸起来也不割手 那像价格当然有差了做这么精致也懂得非常难啊 只是稍微讲一下另外一个笔甲的这样子一个精致度就能看得到笔甲上面你看就是 赖多美的这个比较就这个一三层的这个圆弧吗 他会比较粗另外一个但是比较来讲的话看起来反而两个后把应该是差不多了 然后再下来我看一下太紧了这个有点有点太紧但是虽然说现在笔甲更多了就是这样子防那个翻滚 你说如果是哪一插在那个什么插在那一个呃那个西装上面我觉得会拿一次肯定正常的会拿一次更好的比了或者就说认知性比较高的比 好那再下来非常感谢这位观众啊推荐一支就是少数人眼前亮的笔 那前面的还有他整支笔所谓摸起来眼前亮的这样子一个触感 再下来了有一个防木杆的一个装置那这个透那这个谈话有什么用个人来讲不呃不是很清楚 呃现在手指也放不进去啊不能所谓偏粗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处理比较好因为正常如果有买过1911邪恶的那只透明的话 他会直接里面那根轴就是说上螺丝的轴会漏出来 这个好像直接套进去了那上螺丝那个轴呃感觉怎么讲不够透就是感觉就是说呃怎么讲呢 诚意不足吧他这个品牌产品不是说不好就是说一直给人感觉诚意不是很够 然后你这只比另外另外里面还有一些这样子反光反正就是生活在阳光下的比基本上都不会太难看了这点是很实在的 另外吸墨器版本这个吸墨器的话就应该是正常的3.4口径的正常英英雄的那个怎么英雄那个口径 另外的笔蛇一买回来有点歪能看到吗那这个个人不是很哎可以可以可以拜证了拜证呃个人不是很介意这个问题那笔蛇的话看起来就是正正常常的那笔正常笔蛇还要偏薄一点这样子 呃笔尖的话其实如果怎么讲呢如果没有万宝龙或百利金那种品牌魅力的话有说我觉得就是普通其他品牌做成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构成 我觉得就非常漂亮了这样子一个平面构成就很现代然后又符合这只笔那整体来讲的话国产笔的话 我觉得暂时来讲这一只做这个这一只笔单纯来讲这一只笔做的还是怎么讲很有心思应该是这样很有心思 而且也很有现代感就说该现代就现代了该中古就中古那没有说啊反正抄有时候也说不准是不是抄这个东西吗抄的好那就叫做那就不叫抄了吗对吧 好然后活塞的话反正新墨器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那如果这个换不换透明笔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个人没什么差我是万年黑色墨水所以就影响不大好那讲那么多也该是时候四十墨了那这只笔反正也是很满意的一只笔啊个人来讲 好上一下墨哎尽量翻前一点吧然后让你们看到上墨哎我就应该上一点就可以了不会上很多因为对哎好像 嗯放得不够里面可以可以看到上墨了好上完墨以后先把这个给盖上一下 另外他那个什么就是说笔的这个地方他是用一个银色我好像呃我平常没有注意那么多笔很多笔都是用这样子一个银色但是呃示范笔因为我个人不是买的特别多啊 像灵美那个我记得就就拉米那个的话我记得就不是这样子的反正这里看这样子银色 他刚好把就是像这类加金就是透明他需要的那个呃增强吗就强度的增强以及就有些结构性的这样子这些所谓不完美的地方吗 他刚好都给遮住我觉得这支笔做的最好就在这个地方好那试写一下我们先 好那书写完以后那笔尖的感觉一般般呢就是 但是国产笔给我的感觉就是福利文然后再下永生其他的笔尖说实话很少给我说有很大的一个惊讶感 那这一支的一个笔尖我觉得他在一个阻尼感或者顺化度没有取得一个很好平衡但是还是比谭比好 还是比他就比那个谭比对来的好那能听到这个声音阻尼感其实反正就书写有点奇怪但是呃不会说也又不呃但是没有说写的很不舒服 这样子那本力上面来讲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本力上面差别反正就是哎可以可以呃也不特别大 这样子那笔尖的话反正我我认为比总体来讲还是挺不错的书写感受虽然呃也不能叫差中间吧但是也说不上好这样子可能也是我写不习惯了 但是个人来讲如果是说你经常用呃我觉得或者为他其他的部分买单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这这样子一直比毕竟这个12面那个还是应该不是12面吧这个n面的这样子一个怎么讲呢 n面的这样子一个处理以及他的防木杆以及这些结构上面处理我觉得这支笔还是很到位的呃能把上面的这个再处理了那就处理掉那就更最好不过了吗 那笔的话对那怎么血感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也我觉得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说跟别的笔来讲也不会很差那如果你说跟10米特的笔件来比那肯定是米特的比他好或者是说呃 嗯这一只的话我觉得可以是说哪来外观毕竟还是不错的呃换件好像不太行大小差太多了呃对那大小换不了那可能找一只如果你喜欢的笔件换一换那整只笔美关性也还在 然后换一个书写感受或者是说如果自己会打磨的或者买一个10米特的一个大后一点尖啊我觉得这样子就这只笔就很实用了而且美关性也非常够 然后品牌的话也ok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感觉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那个有什么或者就讲的不对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谢谢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